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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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受到其實我們所謂的韓購主義 影響很大 那各位大概都很清楚 所謂的韓購就是 我們講這個context跟text 那跟contextualism 它這三個其實在講的 這是一個文本跟上下文的文章的關係 那我們會談到一個人造物跟建築的關係 其實人造物建築其實就是建築 其實建築就是人造物 那所有的建築都會放在環境跟自然的這個裡面 所以我今天大概會順著這個 大概這樣子的一個順序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的一些想法 跟我的一些想像跟從事這個建築這個過程當中 支持我一直做下去的一些想法 那第一個大概要講到這個context跟contextualism 我想可能各位有一些對contextualism很熟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還不是很那個 那其實這個會回到在1986年 我做的那個畢業設計 那其實離現在已經相當長了一段時間 但是當時的畢業設計是現在的 就是我的老師當時指導老師是張書 那當時他才剛從Hover回來 那我當時的一個題目叫做Dialog 其實是一個對話的關係 那這個畢業設計其實影響我蠻大的一個 蠻大的一部分 是因為其實當時我們在講的是一個 古典跟現代建築之間的一個不同 比方說我們曾經講過 古典的房子都是用磚造的 然後現代建築都是開始磚跟牆 這些分開經過科比義之後都開始分離 然後以前的房子呢 這邊講的就是比較古典的房子 所以古典的房子它因為承重牆的系統 所以它的空間的系統常常是比較對稱的 那現代建築的空間的系統常常就是 它是比較流動的 室內外關係是比較 內跟外的關係是比較融合在一起 所以當時的整個過程是從 古典跟現代的一個對話 那我所謂對話其實是談它的一些空間的關係 包括它有一些的空間 古典的空間常常都是比較對稱的 現代的空間常常是比較動態平衡的 那那個包括他們的比例關係 那兩個可能都會 按得在一個同樣的一個比例關係底下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底下 我們開始來做我的畢業設計 所以當時我們也選了 我當時也選了一個project 所以這個project 一個是教廷大使館的使館區部分 一個是教廷大使館它的住宅的部分 那所以兩個就用一個不同的態度 去做這個畢業設計 那這個畢業設計對我的影響很大 最主要是在後來我開始對用理論 然後來generate自己的設計 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後 我都會覺得要找到一個答案 那這個答案到底是一個學理上的答案 或者是說它是一個空間上對比的關係 那它是可以跟別人可以溝通的 它可以敘事然後還可以溝通 就跟別人可以有一個對話 那常常我們在講就是說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盲點是在沒有辦法對話的那個可能 就是說我做設計我就是很直覺的做設計 那也很可能我自己不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或者是說我在做設計的時候 我常常希望從一個比較理性 然後是可以想像 然後是可以說明可以跟人家對話的一個關係下去 所以這個慢慢演進 從這個project 從這個畢業設計開始 我開始對那個相對兩二元的那個討論關係 非常的在意 那這個是我說前面的那個教廷大使館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比較古典的一個組織架構 所以比較完整的空間 然後連接的空間都比較完整 但是它終究是一個現代的房子 它不能用古典的營造方式去做 但是它的形式上跟空間的序列上 它是比較古典 那這是住宅的部分 所以住宅的部分到最後它就變成是一個 跟旁邊的庭園是連接在一起 然後它的室內的空間幾乎是已經模糊掉了 內跟外的關係都已經融合在一起 這是在講這個關係 那最後我又把這樣子的一個配置 就包括住宅的部分 跟這個教廷大使館的部分 變成一個空間上的分析的一個圖 所以在這張隱隱約可以發現說 現代的房子它好像是一個object 一個獨立的建築物 在這個庭院裡面 那古典的房子呢 在前面它會去定義外部的空間 變成是外部的這個庭院 所以它是兩個不同的觀念的房子 在一個基地裡面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畢業設計 所以我也把之前的那個study 開始分析自己設計的建築 那慢慢演變到最後 當我們在做每個設計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想就說 那我這個設計出來的這個東西 到底可不可以把它放在一個 可以被檢視或者理論基礎上 可以被討論的一個案例 那我畢業設計的那年1986年 這是Michael Dennis這本書 那這個是後來我在MIT的指導教授 那當時他出了一本書叫Core and Garden 那這本書大概是 對我來講大概是 韓國主義裡面很重要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呢 其實從巴黎的這個城市規劃開始講 那巴黎的城市規劃 跟現代建築的規劃 當時很不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它 其實從一些主空間開始 從城市間的這些 完整的這個空間 我們常常說 我們現在到了世界各地 我們去看 常常會說這個很棒的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廣場 所以它是從一個城市的 一個連接的大的 這個公共空間開始 那看得出來旁邊這些 都還是這種農田 那城市開始發展的時候 慢慢的房子也會填進去 其實就跟我們一般 我們的城市發展一樣 但是很大的不一樣是 他們有很多路的分隔 因為原來的那個圓的關係 所以整個幾何形 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那形成的 他們分割出來的建築物 內部就會變成是一個 基地是很零碎的 後來我慢慢發現說 其實台北很多地 也是類似這樣 尤其是城市發展到一個階段以後 很多這種零碎的地 它就必須要蓋一個房子 我們就說 哇 怎麼拿到這樣子的地 那其實這個在整個城市發展中 它是常常是可行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建築物本身 它其實就跟都市是融在一起的 所以建築跟都市 它其實討論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說我們在看待 這個每個建築的 這個空間的一個完整性 是怎麼樣去看待 那當時在做這個研究 在像就Michael Dennis 有一派他在德州的那個學院 有一個叫德州游騎兵 那他們每個禮拜五晚上 他們就聚集在一起 然後一群人就在那邊 一邊喝啤酒 然後一邊畫圖接龍 那就把自己記憶中的 這個羅馬的城市 或者是歐洲的城市 譬如說有人畫了這一區 那有人畫了這一區 有人畫了這一區 所以他們對討論建築的過程 是透過一個對空間的一個理解 跟空間的一個想像 還有對城市的一個想法 去了解建築跟了解空間的 那他們那個叫做All night long 就是整個晚上在那邊 就是喝啤酒 然後畫圖接龍 那其實我一直想想 這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年代 大家都是為了一個建築 然後像我們現在常常會 這個業主就會說 哎呀這個坪數太大 回去改小坪數 那要不然就是這個坪數太小 回來改那個什麼坪數 好像討論的事情 不是這個跟著建築的這個學歷 或者真正的這個空間的這個想像在做 那這個再往前講 當時在Michael Dennis跟他的那一群人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叫Colin Road 那他的年代是在1920到1999年之間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OM August 他比較晚一點 他1926到2007 那這兩個人把他拿出來做比較 是因為這兩個都先後在康奈爾大學 那那個形成了一個美國的一個建築學的一個學派 那Colin Road呢他是就是美國人 本身他從來也沒有去開業過 所以但是他寫了很多本書 影響了這個建築學的很多的一個理論 那OM August呢他是一個德國人 因為德國戰爭的關係 他就被邀請到美國 他是一個職業的建築師 但是他又保有了那個德國人 那個對事情理性主義 歐洲理性主義學派的那個很重要的那個想像 所以那這兩個人呢 其實在康奈爾的這段共同相處的這段時間 其實影響了整個那個 應該算是康奈爾那時候一個全盛的一個時期 那我說到我那個老師 就是在跟他們一起 都是在那個他們叫德州遊騎兵的那個學派底下 那那個時候是對這整個都市的一個想像 開始起 萌發 在那個現代建築玩了以後 等於是Tim Tan 那個柯比翼他們那些底下 那我想這個我就講快一點 那這個當然是兩本很重要的書 在1978跟99年 OM August比較晚 那一個講的是Collage City 我想各位先進應該有些大概都知道 他講的是從一些那個歐洲的一些城市裡面 開始去想像這個城市跟建築的關係 或者是建築所代表城市的一個 裡面所定位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我大概細講 我大概後面還有一些在講到這個部分 那Angus呢 他開始把一些從城市的一個辯證 從城市之間的一些問題下手 所以他出了一本書叫做 辯證的城市 所以他認為城市其實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簡單 他不是只有形式上的問題 不是只有空間上的問題 他其實還有很多政策的問題 甚至有很多Programming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學術的一個理論 那在這兩本書裡面呢 分別也提到 像這個是一個城市的一個發展 你會發現說 在一個老城區的時候 他的城市的這個街道 街道是比較完整 看得清楚的 那到了新城區發展的時候 雖然在同樣的脈絡或者城中心 但是發展出來的 變成是有點像那個suburban一樣的 所以空間城市的獨棟的單體 變得比較重要 那Angus的那本書裡面 其實講了很大一部分 在講那個列島 他所謂的列島主義 那列島主義是 他當時架構在得那個柏林重建 那柏林重建 那個柏林被炸得一塌糊塗 所以當時剩下來的一些都市的一些片段 那他認為透過每個這個都市重建的這個片段 去把這個都市重新連接起來 透過把每一個城市的這個點 復興然後連接 串成一個系統 所以Angus呢 後來間接影響到 其實也不算間接 我覺得是蠻直接 影響到那個 那個 那個後來的大都會 OMA 所以這個是整個 他們對都市研究的一個脈絡 我們後面可能還會有講到一點點 那 Colin Road其實裡面在講 這個是在他們1979年做的那個 他們叫做Roma Rotante 就是勞動羅馬 就是他們找了很多建築師 開始對羅馬層的想像 開始去做改變 就有點像我們今天常常做的一些 譬如說老洞高雄 然後很多城市的工作坊 開始想像怎麼樣去 重新建構一個 那個美好的城市 所以這是當時他們的一些 設計的圖 那我們從這邊可以隱隱約約看到 那個Colin Road 他拿到的都是一些 古典建築的一些與惠 他把一些古典比較經典的這些庭院 甚至這個跑馬場 變成是一個都市中的元素 那直接拼貼在 他認為組成的一個城市 那就是有點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他認為的這些城市裡面 有一些基本的形式跟形狀 然後來行作這個城市 那Angus你會看得出 他用的就比較是 單體單元 比較理性的一些組織 可以看得到軸線 然後圍縮的空間 重複的元素 那他用的方式呢 跟那個Colin Road又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他們在當時 在做都市設計的時候 或者都市重建的時候的 一些想像跟想法 那這是Colin Road 那後來Colin Road被認定是 整個我們所謂的 Urban Contagionalism裡面 很重要的一員 那這個是他裡面提到 其實這個圖 這個Norley Plain 那是羅馬1748年的一個圖 現在我想各位學都市的 大概都會知道這張圖 這個叫做Norley Plain 那這個是他把這個整個羅馬城的 這個重要的公共空間 都畫成一個地圖 那甚至呢 他把這個教堂裡面的空間 都視為是公共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那個 應該是以前的刨馬場 三個噴泉 然後教堂他也把它放進去 那這張地圖 其實我覺得意義是在於說 他認為人可以到達的地方 公共的空間 都是城市活動的地圖 所以他其實 可以把它讀成是一張地圖 其實也可以把它讀成是一張 人可以認知到的一個空間的 一個領域的一個地圖 那他的影響是什麼 如果我們想像說今天 我們來畫一隻貓 他在這個城市遊走的這個地圖 那會是什麼樣 那一定是跟我們所想像的 那個空間很不一樣 所以他開始從這個地方 把這個圖像的這個地圖 成為單純的這空間的形體 變成是一個空間的一個 另外一種想像 那當然後來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每個建築師 他對這個城市的一個想像 就是說他們 就是從當時所做的老洞羅馬 也就是說他們找了很多的 美國、歐洲的建築師 對自己對這個城市的一個圖 那這個圖當時是在1978年 也就是差不多就是在80、60 80年代那個時候 90、60、80年代那個時候 那這裡面也談到了 現代城市跟這個古典城市的一些不同 石跟虛的空間比例 以前我們會看到以前的城市 很在乎的就是這個街道 然後裡面的小廣場 然後城市的這個層級 有大的廣場 小的廣場有街道連接 到了柯比義的這個光輝城市的時候 你會發現建築物本身 它已經好像沒招了一樣 就是好像都是一隻蟲這樣子 就是有些甚至像蜘蛛 就是在這個公共空間裡面 那已經看不出這個城市的這個空間 但是很不幸的其實我們後來的都市 慢慢都朝向柯比義的這個 這個它的預言裡面往下走 那當時其實在這個 在80年的時候已經是很大的一個爭論 就是說城市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面貌 是像這樣子光輝城市的陽光空氣水 還是必須要維持這些 城市裡面的這些 這些原來有的這些空間 舊有的記憶跟這些形式 那街道是街道 廣場是廣場 而不是這個散落一樣的一個 一個機能性的一個城市 當時的這個 Clarge City裡面其實也講到一個就是 他把以前的這個城市的這個虛空間 跟柯比義在講這個馬賽公寓的這個十空間 兩個幾乎比例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的還是這個是我們要的 放了一個對比的這個圖在這裡面 去爭論這件事情在空間上面 跟建築之間的一個關係 包括這個一些完整的空間 裡面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 我對我個人影響也最大 就是說他們在看待建築物這件事情 跟城市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會看到這張圖 這棟建築物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宮殿 或者是一個大戶人家 它就是在都市的這個裡面 那這個也是 它是一棟建築物 或者是一個家族一個建築物 然後它就在這個城市裡面 所以在這張圖的時候你看到的是城市 你沒有看到這個建築物 那這棟建築物是一個不完整型 但是它所有的這些包庇出來的空間 是去建立或者是去形塑都市的這個完整的空間 所以這個是整個我們在看待這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這張有一個更清楚的圖 像這個piece 它是一個家族 那它可能不是一天蓋成的 它可能是好幾天 我後 不 對不起 當然不是一天 就是它可能是好幾年 所以完成了一個建築體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在城市裡面的時候 它有一些呢 它會去形塑外部的這個空間 然後它會去定義這個 延伸進來的走道或者是中庭 那這本身自己是一個不定型 它是城市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很大一個不一樣 我們現在建築在做 建築跟都市之間空間的一個關係 它所產生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不一樣 當然到了很多新鎮的規劃 就是我們對一個新的區的規劃 它怎麼去延伸這個 舊有的都市的紋理 然後怎麼做連接 然後怎麼做廣場 石跟須的空間比例 也是這本書裡面 它裡面在講在討論的一些事情 當然包括很多是舊的改建 有些是新的填進去 有些是舊的一些 石跟須的一些空間關係 Colin Road其實它一輩子沒有蓋過房子 但是它的理論跟它的學術的書 影響後面很大 那隨著時間的演進 最早它跟一個畫家 在現代畫派的時候 就是立體派的時候 他們有一本書叫做 Transparency 透明性 透明性其實裡面講到了很多 是對城市的不同年代的閱讀 它認為這些不同的閱讀 就是變成是一個透明的一個重複性 那很多東西可以重新的 Mapping跟疊合在一起 然後有重新的一個閱讀 所以這本書是 我個人認為是影響後來建築很重要的一本書 那它也在整個電腦越來越發達的時候 寫了一本叫做數學 Mathematic of IdeaVilla 它用一些數位的方式 它希望找尋一個完整的一個形式 用電腦可以去運算或者是尋找的一個原型 那這個是Transparency裡面在講的 有一些 它把同樣的一棟建築物 減碎了以後 疊合在一起 然後重新再放 所以它看起來 它好像很凌亂 但是它在裡面 它有一個隱含的秩序在這個裡面 那Angus呢 我們剛剛講的說 他是德國人 所以他也很在乎這個 很喜歡從理性 結構性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說 它的整個建築物裡面有很多統一性 然後有很多 在這個統一裡面的一些變化 這是他曾經出過的一本書 那這個剛剛我們有講過說 他在講這個城市的獵島 獵島理論 就是 在一個city within a city 在這個城市裡面有一個小的城市 然後形成一個島 他把這個島稱作為一個獵島 綠色的獵島 這些獵島呢 會串連起來 然後重新來建立這個城市的一個架構 那它最有名就是柏林圍牆的改建 柏林圍牆被拆掉以後 它怎麼樣利用這些東西 重新再把城市串連起來 我想這部分呢 我就不要再不講這麼多 那裡面他也用了很多 像這個是原有的鐵路的一個架構 那當然鐵路炸了以後 整個城市系統改變以後 那它讓這一條延伸的這一條元素 去作為這些不同機能的那個 去重新做串連 然後把這個區重新的整合起來 組織起來 當然這些東西會在空間上 跟旁邊的這些元素 會做一些連接連繫 那這個是我們講的 就是說它在一定的一個架構底下 一定的這個容積底下 它有幾種不同的方式 但是它是架構在一個統一的這個 這個system裡面 這個其實在講一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有趣的是 剛剛我們講這個 那個Coring Rowe跟Angus 那這兩位先生呢 他們後來的老師 後來在康乃爾的老師呢 就用這兩位大師的這個理論 組成了一個studio 這個studio就一直還在進行 那到了好像前幾年 在康乃爾的studio 都還有一個叫做Angus跟Rowe的這個studio 那分別是去講述這個Coring Rowe跟Angus的理論 然後把學生分成兩組 有一組叫做Coring Rowe組 有一些叫做Angus組 然後用他們的理論去做這個都市的一個設計 那其實慢慢的這些已經有時候 不是不只是都市的理論 它開始慢慢變成建築的一個想像的一部分 那我們舉個例子 像這一組的學生 他就是用那個Coring Rowe的一些理論來做 所以Coring Rowe在講這個collage 拼貼 然後拼貼完以後它開始會溶解 紅色的這部分就是它互相之間的溶解 如果各位稍微回想到剛剛我們講 那個Coring Rowe在做羅馬的那個城的時候 他用了很多的這個古城去做拼貼 然後拼貼完以後開始去溶解 然後互相之間的撞擊 叫撞擊就是它溶解完以後有些取捨 有些撞擊 然後有些重組 這是這一組的學生做的 那Angus就是我們講的 它就是很多typical的東西 它用一些typical的東西 但是有時有虛 在這樣的一個組構底下開始去重組 然後它用一個主要的一個Megastructure的架構 去重新把這個東西連接串連起來 所以這一組學生是那個Angus那一組學生做 所以它在這樣一個架構底下就是從這邊衍生出來 有些它在Mirror 把同樣的這個元素在這邊再重新再建立一次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他們同樣在那個架構出來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很粗淺的看到就是說 我們在講這個Angus跟這個Colin Road 它在做設計上面的一個同跟不同 那我們剛剛也講到就是說 那個Angus它叫OM Angus 那後來的OMA就是Renkuhas所設立的大都會的那個 它的事務所 那它很重要的一本書叫《狂沾紐約》 那裡面在講的就是說 他們觀察到紐約的一些現象 發現其實紐約這樣子它其實就是一個城市 這麼大的一個構造體是一個城市 在這樣的一個組織架構底下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一個機能在裡面 會形成一個空間上不同的設計組織跟一個想像 那所以它做了一個想像圖 所以你會發現說紐約在每一個微塑相等出來的一個block 但是他們各自去表述 但是為什麼你會發現說紐約 它還是安得在一個同樣的一個組織架構底下 但是它這些每一個block 它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表達 我們再去看這個OMA 這個紐約公園的組織 你可以隱隱約約發現這個OMA OMA 這個這個那個 對不起 有一些完整的一個架構 然後有一些衍生出來 但是是在這個同樣的這個系統底下 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空間的元素 當它把這些元素抽離出來的時候 每個都變成是一個文章的一個本 就是它可以重複的堆疊 然後重新的閱讀 然後形成是一個複雜的一個空間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現代建築的這個城市的發展 甚至是設計的脈絡去找到就是說 他們怎麼去看待contextualism 就是怎麼看到韓購這件事情 那所謂的韓購其實在講的就是 我們對一件文本上下的這個關係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描述 就是說它講這個關係 那這個是我找到一個很有趣的圖 各位應該可以知道這個是 就是內島河是做的21世紀美術館 它最早曾經做過是這樣子的一個圖 那其實它最早 它其實想要討論的是 各位如果現在去看 其實這邊這個接口 旁邊這邊都是空的 那它在做21世紀美術館的時候 它曾經把這個城市重新做起來 它想像可能在50年後 這個城市全部的block都完成了以後是這樣 但是它現在只做這一部分 所以它把旁邊的東西都重新插掉 然後最後只留下這個21世紀 這個它現在呈現的這個 所以當時第一次我去的時候 我還搞不清楚它在講說說 它這個跟旁邊的這個都市的紋理是連接在一起 我怎麼看都覺得好像沒有連接在一起 其實是它把它插掉了 它我們去看的 我們現在各位如果有去過 應該去看的時候會發現旁邊都是草地 那其實它的想像是這樣 就是說它希望從它這邊開始 未來這邊的城市發展 是跟著這個它的這個美術館 然後最後它的美術館是融在這個都市裡面 那這件事情就開始我們在想 一個一個都市 對一個都市的想像跟它的未來 它開始會對我們的建築的操作 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當然這個是後來我又隨便上網去找 發現它常常 我key了這個contexture這件事情裡 進去以後就出現了很多這個圖 那隱隱約約我們會發現說 它有些是同樣的形 但是它是不一樣的pattern 但是一看我們就知道這是葉子 那有些是好像是展示空間 都是方的 那我們就知道它可能是展示什麼東西 就是說它的物種之間有一個同質性 它的形有一個同質性 然後重新重組以後我們就知道 這個東西在形上面 它可能會代表另外一個不同的一個空間的意義 那我很快講到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時空背景底下 98年我們做的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那個碩士的論文 那在當時的這個 當時這個 我的基地是找在這個China Town的這個部分 就是中國城 那這個是波士頓的地圖 那波士頓你會發現說 因為它是移民的一個區 所以早期的義大利區 然後這一區是因為火災 所以重新被火災燒掉以後 很多公共建築市政廳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後來比較有錢人的區 就是我有點忘記這個是什麼那個 這也是紅磚的一個房子 所以它這個有一區一區 它自己有一個自己的一個小的一個區 但是China Town在這一區變得非常的凌亂 大部分都是工廠區 那這個整個跟它的歷史背景有關 因為就是華工幫忙幫忙蓋這個鐵路 那一路到了這個地方就是終點 終點完以後呢 很多華人就在這邊定居下來 然後就做零散的工 然後這邊就很多倉庫 所以看得到這邊的建築物的類型 就是有大的然後有空的 然後就是在這個火車站的旁邊 那當時我覺得這一區 因為很大的原因是 我自己覺得可能了解這邊 因為至少中文有很多文獻是要解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區 那我們當時就開始下去做這一區的一些研究 那我們就 我當時當然就把去那個圖書館 開始把這一區的一些 可以找得到中國對計劃這件事情的 一些元素找進來 就是說中國人是怎麼去看待城市這件事情 包括街啦 街道的這個 這個 跟建築物的這個紋理 那Core Yard的這個房子 怎麼疊合進去這個裡面 所以用的還是一樣 把Coring Road在講這個 Clutch 把這些Core Yard的這個建築物 Clutch進去 然後開始融合 然後跟旁邊的這個馬路 連接在一起 然後跟旁邊的這些綠帶的系統 怎麼重新連接在一起 然後有一些街 開始跟原來有的街連接在一起 開始重新去做這一區的一些計畫 那包括這邊的整個綠帶的系統怎麼連接 交通的系統怎麼連接 然後給它的廣場一些定義 所以這個最後出來的三度空間的一些圖 然後給它一些program 就是說我們希望定義在這一區裡面的幾個廣場 的一些空間上面的意義 然後重新把這一區的那個空間置入在這一區裡面 所以這是當時做的一個設計 那我再把做的那區重新疊合進來 那我們就是argue說 當所有的族群或者是城市的這個 都會有一個自己的一個village 自己的一個區 去代表他們所居住的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中國人沒有 那我們怎麼樣去重建這一區 最後這一區這個紋理又重新跟這個城市連接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當時的一個我個人認為覺得不是很成熟的一個碩士論文 那這件事情開始回到就是說 我從美國回來以後 那開始從事建築的一個創作 然後或者是設計的一些想法是怎麼做 那我回來的時空呢 其實房地產才就剛開始起步 1998年的 1999年的時候 那我們早期我們做了很多接待中心跟樣品物 那建築都操作都比較小 那到了大概 2020 大概20 2010 2010年 2010年 2008年左右的時候開始有個翻轉 就是我們接待中心的量很少 慢慢變少 然後建築的量體 建築的案子變得比較多 那當然在前面我們做了很多接待中心樣品物 我們利用接待中心樣品物 其實從一個比較室內的一個尺度 開始介入 開始從室內的一些空間開始做 當然回來的時候 早期最早回來的時候 很多那個開發商或者很多 我們說代銷公司又跟你講說 你的接待中心 可不可以稍微反映一下未來的 那個建築物的造型 那其實當時我覺得有點錯愕 其實對我們而言 我們的學習應該是說 每一個構造物每個點 應該是對它所要在的那個環境負責 而不是要去對這個未來蓋出來的建築物負責 那這個當然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想像 就是說那我們的建築的操作到底要在哪裡 那這個是2010年 那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大概在講這個 它是一個接待中心 那大概也是在講一個 這個建築跟這個自然之間的關係 當時我們去做這個建築物的 這個接待中心的時候 它現場留了有一棵樹 那這棵樹當然已經死掉了 但是在做接待中心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它可能應該是從這邊開始 雖然它可能最後會被拆除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記憶跟這個場所 本來該有的精神是不是應該在某個時空底下 是被記錄下來的 所以從這棵樹開始 那旁邊有一些植栽的環境 所以我們認為建築物其實它必須跟它對話 所以它到晚上的時候 它會引引發出一個光 然後把旁邊的這個建築物照亮 把旁邊的場景帶進來 變成這個空間的場景的一部分 那裡面我們做了很多的方的盒子 那方的盒子有些從天空上墜下來 有些從地上漲上來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抽象的一個空間的一個房間 那這些box被一個玻璃盒子所圍繞 中間夾出來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我們會稱為中介空間 也把它當成是跟這個環境對話的空間 所以裡面我們通過一些半透明的那個玻璃 然後通過可以反光的一些 反射的一些一些玻璃 讓它形成在中間空間 它有不同的景象跟不同 去跟這個自然對話的這個空間的關係 那如果我們從實際的平面圖會看 實際的這個是它樣品屋的地方 包圍的一棵舊有的這棵樹 所以我們的位置就很確定 就從這邊開始 因為這棵樹動不了 那外面的這些陽台 這也是我們覺得有趣的地方 這個陽台其實是樣品屋的陽台 但是它被包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元素繼續一直延伸到這些旁邊 變成這個旁邊連接出來的這個包庇的空間 所以形成了一個buffer 好像形成這些方盒子之間萎縮出來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空隙buffer 在這裡面 然後裡面形成像是一個街道的一個視覺的一個空間 那中間的這個墜下來的盒子 我們把一個小小的一個天光一個錐形的 那這個天光它在一個不同的一個光線 不同的一個時段 它會在這個裡面投出一些不一樣的一個景象 那我們其實是暗喻說 其實這個建築物到最後它又回到用這個人造物 再就把自然的元素帶進來 再去跟這個空間做對話 所以它從一棵可能快要枯萎的樹開始 然後重新再把這個自然的元素帶進來 把光線的這個感知 帶進來變成這個建築物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曾經參加過的一個 這個早期參加的一個的淨土 那整個建築物像是從地上拉起來的一片 一片那個綠色的那個駁板 然後這些駁板變成這個建築物的一個覆蓋 那在另外一個方向其實因為基地在新竹 所以我們希望新竹的風是可以很快的 這個越過這個建築物 不會進到這個建築物裡面 但是它的景觀是從這個自然的這個空間 一直帶到這個屋頂上面來 所以整個空間場景是把這個地景的這個部分 帶上來變成我們建築的一個想像的一部分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它自然的元素 一路可以一直帶到這個屋頂上面去 那這個案子當然是沒有拿到 但是其實其中暗喻一部分是我們在看待我們建築物 進到這個都市或進到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要去跟它做的一個想像 這個是在台中公益路的一個 一個我們說大廣山的一個 當時是一個應該算公益路跟圓道的一個交口的一個 算不良資產 那那個時空底下可以看到 有一些這個結構主義機械或後現代的這些陰影 然後堆疊在這個建築物上面 那我們當時接到的任務是去改造這個大樓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可以重新營業的一個場所 我們當時用的一個想像就是說 我們希望原來這棟建築物在這邊是一個廢棄的一個點 然後它影響了旁邊的周遭 就很多的遊民啦 有一些很多的那個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就變得很 晚上就很多人不想去 那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重新把這個綠帶 原來在這個轉彎綠帶的建築物重新連接 甚至人跟活動可以穿到這個建築物裡面來 把一個原來是斷裂這個綠帶的地方 變成一個連接的一個建築物 那所以我們就用了很多的綠色的這個綠牆 那很多人就說一直講 就說這個是綠建築的代表什麼綠牆 其實它不能算是綠建築 因為綠牆不代表綠建築 綠牆只能說它只是一個 綠觀念的一個房子 那所謂綠觀念就是說 其實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對這個綠色這個東西的延伸 視覺或以下的延伸 然後重新讓這個地方變成是一個連接的點 所以這個綠帶它不只是 各位如果有去過 會發現它裡面也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直線牆 不只在立面做延伸 它也可以做成是串連空間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做了大概將近十年的案子 從開業一直到前一陣子才完工 那整個大概有12公頃 北埔的一個訓練中心 那它陸續得了很多入圍 也入圍了很多獎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個中軸 原來是一個跑道 它就是一個運動場的跑道 所以當然我們來看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這個 它原來是一個運動場的跑道 那原來這個地方是一個彈藥庫 這個北埔齊爐的一個彈藥庫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建築物都是在一個山凹裡面 那我們在做這個基地的時候 當時是要把它做成是一個訓練的園區 當然中間也有很多想像 因為它是工業用地 所以也有把工廠想要搬過來什麼 但是EndUp其實只做了三棟的房子 因為每一次都在這個基地裡面開會 然後每次到這邊都覺得說 如果把一個工廠搬到這邊來的話 這邊其實受的影響很大 所以整個園區那麼大 我們有做了一個步道 然後做了三棟 三加一棟的建築物 但是每一棟都是小小的 然後我們用的心態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建築物是跟這個大地是貼近的 然後它是比較輕巧 然後它是不會用到一些二次材料磁磚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的清水 用了很多一次性的材料磨石子 洗漬子 我們不希望把磚這些東西帶進來 甚至這個坡就是原來這個建築物有的坡 我們把建築物部分然後做地下室 然後部分就埋起來變成是土的一部分 建築物部分 包括中間我說加一大概就是這個 這棟 因為整個這個產業的景氣高高低低 中間為了要讓這個土地趕快來用 所以曾經先做了兩個很大的 他們的訓練場所 其實這個體積都很大 那用的這個材料就是他們從FAB廠 就是他們的工僚拆下來的這個鋼 然後去重新重組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這個鋼 其實是要運用建築的構築的形式 所以這個鋼材我們在這個地方 還送回工廠去切成這個薄片 因為這個整個細部的 我們希望這個建築物從遠方看起來 它就是屋頂就是薄薄的一個 很輕巧的一個屋頂 那這透過很多建築的細部 去重新去架構這個材料 然後退到這個也是三凹的裡面 然後讓這個房子好像隱藏在這個房 那個山林裡面 那整個建築物最高 然後像這個房子是最後的訓練中心 那房子很穿透 然後有一個大的一個屋頂 然後建築物的高度呢 就以不高過環境的一個樹 為最高的一個高點 那期望這個建築物是 不要去影響到旁邊這個山林環境 所以我也看到這個平面圖 其實它是一個很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建築物構造 一點都完全不複雜 讓這個進來以後 這個整個視覺都是穿透的 這個是一個半戶外的空間 就是這個地方 像一個燈阿卡一樣 然後北埔這邊的下雨很大 然後很潮濕 所以我們希望把整個建築物都拉高 然後做很多這個飄板 然後創造這個圍器以後 讓風都可以從這個底下穿過去 然後讓這個用自然的通風去塑造這邊的環境 所以你看這個我們把這個樓 電梯 廁所 插水間 全部集中在一個core 然後把這個大的空間讓出來 兩個大的垮距疊在一起 這張圖 這張圖有一個Diagram 會看得到這個是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大的垮距 跟這個構造物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屋頂 所以屋頂到了上面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很輕 因為看出去的時候 希望它跟外面的環境是連接在一起的 它的屋頂的view是很大 那同時它也可以壓 就是可以在上面塑造一些壓低的一些空間 在上面 包括這個壓低的這個空間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馬路 在這個地方 我們甚至讓這個建築物是往下挖 然後馬路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地方看出去 它是看不到車子的行走 然後再到前面這邊來 進來 這是一樓進來的這個大廳 這是一樓的部分 它底下整個是空 然後讓整個風是可以穿在這個底下 那這個結構垮距是一個大的一個hunch 大的一個結構的垮距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屋頂 這是到了屋頂上面 最大的那間大的auditorium 然後它跟外面的環境 因為我們說到上面以後 我們就是用鋼架去撐上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視覺 就整個跟外部的那個山林 就連接在一起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形式 讓外面的這個 等於是半戶外中間的空間 跟外部的山林 就可以整個串連在一起 然後上面的結構 就會留到這個很 比較細的一個空間 那除了在 在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幾個是 我們跟比較大尺度 或者是說在自然的環境裡面 但是大部分的建築物 其實我們都是在都市裡面 那尤其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到很多 這個商品房 我們所謂說的商品房 所以我們一直在處理說 我們的建築物怎麼樣是可以傳達一個想法 而不是只是一個 一個 一個 產品 那它應該是一個 可以傳達一個想法跟 的 作品 那這個是1978年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那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所有的建築呢 這些大師其實都從 都市裡面去想這個問題 怎麼樣從都市的一些問題 來回想自己建築的一個過程 那 整個都市的 的 建築其實 都是存在這個都市裡面 所以都市是建築其實很大的一個 栽體 那我們的生活其實很大一部分 也都是在都市發生 包括這個 81年那個 Bernard Chumi在講這個 Mahattan Transcript 他在講這個 他的設計的理念 有很多是從他對 那個 曼哈頓裡面 是發生的這個事件 他串連這些事件 然後把這些事件 變成他做設計的一個 空間的一個想像 那包括 Aldorasi在講這個 建築中的城市 Angus在講這個 對話中的這個城市 那 甚至到了2000年 我們看到在東京 總本油情跟 他們幾個日本的建築 年輕的建築師 也在討論這個 日本的這個都市的一些問題 那都市 有更新的問題 有土地的問題 那成如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未來的整個城市發展 會越來越集中化在都市裡面 所以都市其實一個建築的載體 那我們怎麼去想像都市這件 這個在建築上面裡面有的一些元素 跟想像 2012跟13年的這兩本書 尤其是台北的這個原來如此 其實更 從實質的翻面裡面去討論這個 這個台北市的這個問題 那包括這個 其實剛剛老師 他編的這本 同居台北 有一部分在講這個台北市 目前的一些困境 比方說都更 四五樓的布登公寓 都更的問題 這些都市老化 但是怎麼樣再生 然後怎麼樣 變成建築設計的想像 那其實建築很大一部分 我們是要去回應這個城市的這個 未來的問題 因為它是不複雜的 2011年的垂直春落 就是中泰基金會 請MVR TV來做了一個全面性 對亞洲都市的一個想像 當時他們講了一個垂直春落的一個展覽 那其實這個展覽呢 我個人認為其實最大的一個想像 是它裡面的幾張圖 各位它裡面對了整個亞洲 後來他們就對了亞洲做了一些 一些觀察跟一些批判 那這張圖呢 我覺得最有意思是 它這個中間這個是首爾 然後這個是曼谷 台北 北京 台北 台北在哪裡 台北上海 那這個是銷售現場 那各位可以發現說 這張圖其實講的就是說 當我們的城市開始被資本市場所控制 那我們的建築師跟我們的 對建築的想像開始去服務一個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商品 甚至你會發現不同的城市 它其實在從事同樣的一個運動 就是它沒有什麼不一樣 它都是在講一個這個資本市場的一個商業行為 那甚至這個是當時的這個海報 它還講的一樣的事情就是 首爾的這個銷售的海報 跟這個北京的銷售海報 不曉得為什麼都很多女生 但是都幾乎都是一樣 那一樣就是在講就是說 其實建築這件事情在城市裡面 尤其是大量的住宅的這件事情 已經被商業化了 那我們已經失去了這個本體 再回來看這個裡面的這個 當時所謂的樣品屋 那還是看不出它的不同 那這個一樣是首爾 上海 台北 然後我們甚至看到新加坡 每個地方不同的城市 其實還是在講一樣的事情 甚至一樣的taste 一樣的銷售的模式 所以我們就這個其實 就是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影響我滿大的 就是說我一直在想 到底我們的建築操作 跟我們從事建築這件事情 我們所要追求的是什麼 是單純只是美而已呢 還是滿足客戶而已呢 還是我們有更多的一個 責任跟想像去回想自己 在做些什麼事情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的指導老師Michael Dennis 他竟然已經八十幾歲 這是他應該是他的最後一本書 那他從那個很多城市的研究 那這只是他的前面的 第一章節的最後一章 他在講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城市 在最近的這二三十年 看來的這個城市的發展 看不出什麼不一樣 都會有一個地標性最高的房子 然後我們的住宅 我們的辦公都長得一樣 他事實上對這個都市呢 完全沒有一些什麼貢獻 我們所以前所在乎的那些廣場 在乎的那些有趣的那些巷弄的空間 都不見了 那取而代之呢 反而是我們對一些大師的推崇 Norman Foster 然後一些地標性 看起來像一些變形蟲的建築物 那到底這些建築 這個Frank Eric 那個藍天 這些建築物這些大師 我們所崇拜的大師 到底對這個城市給了什麼 給了城市什麼 那這些完全沒有對這個都市 就是有什麼樣的一個貢獻 那他在質疑這件事情 他在質疑就是說 我們在從事我們的建築創作的時候 那我們的 除了我們遵循這個資本市場 給我們的一些訊息跟要求之外 我們對這個城市 建築師到底給了什麼 這個我開始回想 2001年 我回來台灣做的第一棟房子 那這個是在清真寺的旁邊 現在站的位置是大安森林公園 那我們當時做的這個房子呢 我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一個陽台 把這個陽台拉到這個外面來 那我們希望這個陽台呢 跟大安森林公園可以連接在一起 那我們用了一些銅瓦 當時是希望這個銅瓦的這個顏色 會跟這個天際線會整個是連接在一起 我前幾天又回去看 正好反過來 就是我這個已經變成綠色 但是他們這個已經裝修 重新裝修 又變成是亮晶晶 所以還滿吊詭的 那這個是當時的這個大廳 我們看了這個大廳 我們把這個裡面這個自然的元素 延伸到外面 建築的元素延伸到外面 然後把這個水帶到這個室內裡面來 那因為大廳很在消限的關係 所以大廳壓得很低 包括我們也讓幾個空間往下壓 然後變成是現在這個水裡面的一個 一個活動的一個空間 那其實我要講的是 十年來同樣的一棟建築物 我們在想的一些事情到底有沒有不一樣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做建築的時候 除了要去滿足這個代銷或者是業主的要求之外 我們還可以想些什麼事情 那這個建築物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點是在這個地方 那當時面對前面也是一些高樓 高的那個住宅 高的那個辦公樓 這個大直的一個提頂大道上面 那我們發現這個建築物呢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街道有一個轉彎 有一個小小的一個轉彎 那這個轉彎正好就是這個基地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現在目前我們站到這個點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建築物 應該從這個地方開始去想像 它跟這個環境自然的關係 所以我把這個空間 定義成這個很重要的一個開始 所以從這個角落 我可以去看到這個連接的這個提頂大道 當然連接提頂大道就是表示 它是連接一直到原山 所以它連接到整個山景的部分 整個後面的這個呢 會看得到 其實建築物一直常常在追求的一個形式 就是說它可能是古典式 它可能是有花崗石的一些裝飾 那我們到底要想的是什麼 當時在想的就是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corner 跟這個綠帶的關係 它不是面對面的關係 而是它會透過這個角落 然後再去跟整個那個綠帶說話 然後把它的價值給體現出來 這個建築物呢 從這邊開始 它是一個廁所的空間 主臥室 然後一路到這邊變成是客廳餐廳 在這個地方 然後也從一個私密的空間 一直到這邊變成公共的空間 從一個垂直的一個比較有遮蔽的空間 一直到水平視覺有顏色的空間 所以我們希望從一個平面 或者是從一個立面的一個閱讀 就可以讀到它這個建築物在裡面 它在講什麼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樣子的一個立面 去看這些跳成的陽台 不是流行 只是單純為了流行 然後可以種樹 而是要讓這個地方變得 跟這個外部的這個綠 可以一直帶上來 帶到這個角落上來 這件事情 所以在突出的這個角落 我們做了一些錯動 所以讓每一層的空間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元素 這是到了屋頂 這是一樓底部 一樣是一個伸進來的虛空間 到上面有一個虛的空間 可以跟這個山連結在一起 這是後面的花園 這張地圖是台北2014年 我們正好完工的幾棟建築物在這個旁邊 這個是我們可以從這張圖很清楚看 我們剛剛在講的事情 台北這些是比較60到80年代的那些不登公寓 所以它其實隱隱約約還跟著這個台北市這個南北的軸向 這個是信義計畫區 那我們剛剛應該有看到那個科比義的那些蟑螂 然後那個就是一個一個量體獨立的建築物 可以完全反映兩個不同時期去發展的這個城市 當然我們回來的時空背景都只剩下一些很小的地 所以我們做了四棟的建築物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還有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四棟的建築物在這邊 我們來討論這四棟建築物在都市裡面的關係 就是其中的一棟在這裡 那這棟建築物很小 基地大概只有一百多坪左右 面對一個別人的留下來的法定空地 它是一個三拼的房子 所以這裡面是一拼兩拼三拼 那當時我們一反這個對這個現代建築的一個想像 我們覺得如果我們還是去把這些客廳餐廳或者什麼 就是把立面開窗 然後把這三戶都表現出來的時候 這個一定是一個很亂而且很凌亂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我們想要一個統一的一個元素 把這個建築物給整個整理起來 當然它因為這邊的西塞的面 我們做了一個Double Layer 讓裡面居住的空間跟外面的這個 這個變成一層的一個皮 然後這邊有一個綠帶作為一個Buffer 做一個Double的一個Layer 那建築物呢 這個整個垮大概是在20米左右 通常20米我們大概會做3垮 大概17 8米左右會做3垮 但是我就覺得中間如果一根柱子的話 其實這個建築物就很難去做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建築物的這根柱子拆成兩根 而且拆成兩根比較小的 拆成兩根比較小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可以在旁邊做一些針竹 或者是一邊往這邊針一邊往這邊加 那同時之間這根柱子就隱藏在這個裡面了 就是說我把一根柱子拆成兩根柱子 再把那兩根柱子呢變形拆解 然後它就重新融在這個裡面 當然這個是一些實跟虛的討論 然後包括這個 我們讓這個窗戶是連接在一起 然後底下是比較實的 上面是比較虛的 然後做了一個隱藏的一個三角形在這個裡面 然後變成是這個建築物的入口中間的這個 這個圓樹在這個裡面 一個象星的圓樹在這個裡面 這張隱藏可以看到這個入口的這個地方 然後它有一個隱藏的三角形在這邊 然後底下是一個比較實的 到上面這邊是比較虛 甚至虛到上面是退縮進來的 有一個內挺一樣的 所以這個開始 當然各位應該 各位那個建築好友應該都知道 這個應該很難去跟我們的開發商講 如果跟開發商 我常常講說這是建築師的小秘密 就是說你會自己做得很高興 但是這個對他們來講 可能一點意義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抵抗 或者是說我們在這個資本市場的裡面 我們怎麼樣利用這個資本市場 給我們的限制 然後掙脫 然後去想像這個建築 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那些信仰的想像 那這個基地也是120坪左右 因為當我們回來開始職業的那個時空 這邊大部分都已經差不多底定了 剩下的都是這些小 那我當時看到這個基地的時候 我非常高興 那業主委覺得很傷腦筋 他覺得在信義計畫區 然後這麼小的地 不曉得怎麼去做規劃 那我當時想到 我說哇這個地很棒 這個地雖然自己那麼小 然後自己大概100坪 那外面的視野跟空間大概有1000多坪 我說這個基地很棒 所以整個建築物開始做的時候 他就從這個corner開始想像 因為這個是一個虛的空間 跟外部的這個花園 整個是結合在 而且這個花園 是不用管理員去管理的 就是別人會幫你管得好好的 旁邊都是豪宅 所以我們會發現 我們開始所有的想像 都是從這邊開始 所以它有不同的型 建築物好像就掛在這個 舊的這個紋理上面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開放open的 那在program上面呢 我們也建議他說 你一個四五十坪的房子 在信義計畫區是很難賣的 所以你應該把它變成是100多坪 100多坪 然後這個也是100多坪的一個房子 所以它變成是三棟的別墅 疊合在一起 那也因為三棟的別墅 所以有一些進來是客廳 有一些客廳是在這邊進 下來是房間 然後上去是房間 他就開始在立面上有一些 一樣的元素跟一些不一樣的元素 那但是有一些統一的元素 都是門廳 電梯出來門廳的元素 它就變成一個有規則 然後在韻律上是統一的一些元素 但是在角落這個地方 因為面對整個那個 它就是一個open的一個元素 那這是一些detail 那我們利用一些水平的斷縫 去暗示這裡面的空間的組合 有一些是兩層樓 有些是三層樓的一個 那這是一些 那剛剛我們看到兩棟建築物是在這邊 那這邊還有一棟建築物在這邊 那我們在這個都市 台北市裡面都好小 這個基地大概是100多坪 那這個基地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站的位置就是從這個 這個那個捷運站出口往回看 看到這個 當時這個基地所在位置呢 那個開發商客戶也是跟我講說 我這個基地很對不起 這個真的很難做 然後你還要幫我做一個停車塔在裡面 因為這裡面根本沒辦法做停車 或者小沒辦法做停車 那我們當時從整個figure ground 整個基地去看 我就這個基地太厲害了 這個做起來一定很有意思 所以當時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現在站的位置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所以看到正好一個高樓 正好像是一個地標一樣的一個 那它其實也只有十幾層 十二層而已 那看起來像地標 是因為它所在的位置 那基地本身其實是零碎到不行 就是這麼樣零碎 那那個方向面對捷運站 這個方向是面對國父紀念館 所以國父紀念館這邊呢 我們就全部做成陽台跟大面的透 比較清透的一個玻璃 然後也利用這個三角形 把這個陽台在這邊做一個整理 那這個建築物就從此變成有一個兩面性 一面面對國父紀念館 一面面對剛剛的這個捷運站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面跟這個面 在中間做了一個託縫 那這個房子呢開始在都市裡面 它有一個兩面性 然後它自己也讓它自己的這個方向跟面貌 產生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表情 那我們當然在建築物操作上就會把兩個量體 在這個地方做分離然後做扣合 我想這個就是一般的設計的一個手法 但是最重要的那個這個建築物的一個發想 就是從都市的元素來 那常常有人會問我們想說 你自己這樣子想這個這樣子做建築 那別人也不這樣想 所以我們就會講是說 那只要我們開始這樣子想 我們開始把我們的建築物都放到都市裡面 去跟別人做想像 跟都市做想像的時候 這個城市的未來就會越好 那大家都會把建築物 不是把它當成只是自己 而是它是城市的一部分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開始把這個建築物 把這個都市變成是自己的一個責任 那再來就是前面的這個街坑的這個 那這個也是很坎坷 基地也不大 然後到最後這戶人家四層樓的 就併進來跟他說要都更 所以我們又重做又整個又重做 又做了將近兩年 這個房子才開始蓋好 那這房子也是 面對後面人家的一個法定空地 所以讓這個前面的前景 稍微比較大一點 但是街道是小的 所以這銷線都沒有辦法那個 那我們對這個房子的想像是 旁邊這邊的街坑 其實已經是差不多十幾樓 十一二樓 那我們在整個觀念上 台北市現在目前能夠都更或者是 比較有機會都更大概都在四樓五樓 所以我們覺得旁邊的這些十幾樓的房子 它應該都還會留一陣子 那當它會留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這建築物在思考的邏輯上 它就必須應該要延續這個都市的這個街坑 至少這個高度它的延伸是往裡面延伸的 所以回到這個建築物的一個量體的一個型態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希望在這個地方它是延續的 然後雖然這邊是一個雙拼的房子 但是從立面上你看不到雙拼 看起來像是一個整個面統一的一個立面的一個元素 連接在一起 那靠正面這邊呢 我們讓這個窗戶像是幾個不同的這個量體的元素 氣形在一起 然後做這個開窗 然後你會看不出裡面到底哪邊是客廳 哪邊是臥室 那用了兩個材料呢 是我們希望在這邊做一個斷縮跟延伸 那到上面的部分 我們希望用玻璃這個元素比較輕巧 它可以反映到這個天空的這個元素 然後讓它會有一個斷縮 然後有不同的一個表情 所以它是做一個水平的一個延伸 那這是一樓的大門 那這個建築物呢 如果各位回想其實 有點像剛剛我們在講的那個都市裡面的那塊piece 當它把這塊piece拿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好像什麼都不是 但是當它填回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跟旁邊的空間的那個是連接在一起 那這棟建築物呢 它在這個河景的這個旁邊 這邊有三塊地 那這一塊 這一塊 就到這一邊 全部是屬於同一個開發商 那這個是他爸爸蓋的 這個是他兒子的時候蓋的 那他兒子時候蓋的整個時空 就是我們說有一點後現代 然後有一點點這個新古典或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就是這個房子 所以我們拿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們就大力擊跳說 你看你爸爸多 你爸爸實在是太睿智了 你看那個在這邊靠著這個河景 它就全部做這種水平的這個元素 那其實當時我們最想想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建築在這個地方 在視覺上它是延伸的 那另外一個想像就是說 我們也覺得靠河景這邊呢 它這個視覺是水平延伸 它是比較是一個水平的一個延續 那這邊我們會發現說 它一邊靠河一邊靠山 我們就做了兩個量體 中間有一個中庭 我們讓這個中庭變成是一個完整的中庭 裡面有陽台有梯廳什麼 但是對我們來講不重要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它面對的這個 這個別人家的這個院子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別人家的院子到裡面 是延伸到內部都變成這個空間的一部分 所以它就不會變成是一個背面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背面 如果你從別人家的這個背後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正面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建築物放回都市的時候 它會重新放回這個區的時候 它會跟這一區融合在一起 變成這一區的一部分 但是在正面要表現它整個往外跳 跳望河景跟山景的時候 這些元素還是有它自己的一個自體性 那這個是一個在金山南路 近南路附近的一個房子 就是我們的建築物在這邊 這邊旁邊的幾個建築物都已經是高到 不太可能改建了 會改建大概是前面這邊而已 所以我們建築物在這邊一個長條形的置入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用 希望用一個不同的態度進去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讓這個建築物不是一個完整 而是一個比較碎化的一個量體 因為它所處的環境就是一個 在四米的一個小的一個街道裡面 就是一個小的一個 很小的一個街道 那四米的一個街道 其實如果我們再做圍牆 這個建築物就 這個這條小馬路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當時就希望把圍牆 不要做圍牆 用另外一種空間的方式來做 那建築物本身呢 也不是一個方整的一個量體 而是碎成很多不同的一個面 所以這個建築物 就是在所有的轉角的地方 都變成一片一片的一個量體碎化掉 我們把開窗開在這邊 當然開窗也不太可能開正面 因為開正面幾乎跟別人就是對望了 那我們寧願讓別人看我們 那我們就是踩了一個內縮的一個景 所以 這個是當時我們希望就是說 整個讓量體碎化 然後讓每個面 代表它有自己不同的一個意義 這張圖是這個剖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庭院拉到這個裡面來 把客廳跟這個庭院拉在這裡面 然後採側光 那這個牆為什麼要擺的 因為它南向光過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個光線就可以反射到 這個裡面大廳 所以有一個自己的一個內院 兩層樓變成一個單元 所以它的單元等於是 這樣子是一個一戶人家 所以客廳的部分跟外面的庭院是穿透 那在一樓的部分是整個視覺是穿透的 讓一樓的部分視覺 圍牆拿掉以後視覺是穿透 所以從它的外面的圍牆 這個圍牆本來位置在這邊 這走廊子 這個走路 那個馬路只有這樣子 圍牆拿掉 我們做一個水做一個界定 然後讓室內跟外是整個是可以穿透的 那這個是從內去看 中間這邊有隔了一個屏風 然後兩戶的走廊 然後這個打開來以後 它跟外部的這個景 就全部融合在一起 那有時候我覺得台北市的這個 這個也不差 因為他們自己其實也圍起來了 就是他們是圍在裡面 這個也是一個景 當然這個 這個 還是得讓它可以關得起來 要不然這個案子是不會過關的 那 我三不五時會回去看一看 但是90%的時間它都是關起來的 這是我們做過的一個辦公室的大樓 那其實也是很努力的 希望把這些自然的這個元素 可以帶到這個 一個這麼容積這麼高的一個 一個 那個辦公室裡面 那其實我們也是希望 光線可以進到這個T-Core裡面來 然後正面的這個地方呢 可以從這個 創造一個很大的一個空洞 那我說這個是魔術方塊 要四個魔術方塊 把中間的那個方塊拿掉 這是上面下來的一個天光 就讓這邊的辦公室裡面 會有一些光線可以進到這裡面 就是這個地方 光線可以進到這裡面 然後有一個庭院是架在半空中 那 讓底下 讓這些光線可以下到這個地下室 做了幾個穿進來的空間 這些細部 最後我們希望就是說 透過這個建築物裡面 它可以重新再去回望這個都市 那當我們每天都 在辦公室裡面辦公的時候 花了那麼多在這個 可能有時候我們忘記我們在哪裡 可能在每個梯廳的時候 上洗手間的時候 回到這個庭院 我們還可以再去眺望那個台北市 最後我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們淨圖沒有拿到的案子 那 稍微可以從這個案子 總結一些我們做設計的一些想法 那 剛剛那些大概就是我們 一些實際的案例 那我們怎麼去看待建築 那我們當然覺得說建築其實 雖然我們在這個市場底下做事 但是怎麼樣讓自己的建築 再回歸到 再可以跟理論 或者是跟這些 我稱作叫做批判性的一個操作 那那個批判是重新回來批判自己 在做這個建築設計的過程當中 我們到底是在服務什麼 我們到底是 是不是有依照這個 這個老師教的 應該是這樣這樣 去回想這些事情 而不是每天 掉到那個幾坪幾坪 或者多少面積 那我常常跟我客戶的 那個 那個 同事 客戶 就是 同事講 我說我們是建築師 我們不是會計師 那會計師有會計師要做的 建築師有建築師要做的 那你只要把它做好 會計師應該會算得很清楚 你不要自己算得很清楚 這個是中國醫藥大學在21世紀的 他們稱作21世紀的亞洲醫療中心 做了一個淨圖 當然這個淨圖最後 是第二名 也是沒有拿到 那回到剛剛我們在講這個 我們現在看待都市 跟看待這個規劃這件事情 這個是 即使在美國 他們做的一個藝術中心 他們也是一樣把這個地切割成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從執行方面去做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 執行其實在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到底是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把它規劃好有一個中軸線 最後我們找了一些大師來做 這個一個大師 兩個大師 三個大師 那這些大師可能都是 他們只照顧自己的這個建築的表現 一個英雄式的一個反應 那這些英雄式的反應 到底對一個規劃有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質疑這一點 那我們怎麼也想一個未來 一個校園的一個規劃 那我覺得校園他回歸一個自然 我就說他應該是像一首詩一樣 這個他應該 這個詩我就不念了 這是波特萊爾一首詩有點 有點濫情所以就先不念 那當時淨土要那個 所以我們就念了那一首詩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們一直覺得說 其實學校他就是一些共同share這個知識 然後一些責任在一起 亞里斯多德跟柏拉圖 他可以共同在一個殿堂底下 生存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是一個學院的價值 學院的價值是在於共享這個知識 然後讓知識交流 然後創造另外一個更美好的文明 那我們舉了一個MIT的Media Lab 媒體實驗室 各位可以一直都以為 MIT的媒體實驗室好像是一個很封閉 像是一個秘密機構 那曾然在以前所有的原子彈 核子彈開發 那他MIT其實早期是被軍事管制的 很多地方進不去 但是媒體實驗室 它確實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一個空間 那甚至各組各組之間 他可以看到別人在做些什麼工作 然後他們怎麼樣去分享他們的一些理念 然後創作 所以我們認為一個學院 應該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價值底下 那他也必須是跟自然結合 而且是一個創新的一個 新的一個學院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是水南 水南機場 然後這個是 這個中國醫藥大學的一個校區 我們當時做的一個規劃就是說 我們希望把這個綠色的通道隧道 帶到這個學校裡面來 然後它是跟這個原來的這個綠帶 是整個串連在一起的 這條綜籌是本來就有的 它是連接到這個逢甲大學 那當時的規劃就是希望把 中國醫藥大學跟這個逢甲大學 用一個綠帶做串連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這個綠帶 是串連這個整個水南機場 我們的架構是架構在說 我們希望把這些綠帶呢 就跟這個串連在一起 連接變成這個學校的紋理 然後利用這個綠色的這個綠帶 它有不同的一個植栽 所以在四季它會有不同的一個樣貌 不同的樹形 然後它會有不同的顏色 在不同的季節 然後它會有一個不同的一個想像 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設定在這個軸向上面 每一個不一樣的樹 然後七條綠色的隧道 進到這個校園裡面 那這個進到這個校園裡面 它在跟舊有原來的這些紋理 樹大的榕樹啊什麼 舊的這些紋理連接在一起 變成這些校園的一個 一個自然的一個系統 這是它的Green System 然後我們把這個校園的這個 這個Stair跟這個Plattform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 學生最多在這邊聚在一起 活動、聊天 然後談話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變成是我們空間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可以很容易的 在底下的這個空間 經過這樣子的一個公共空間 串連在一起 所以所有的底下的公共的空間 就是他們共同學習 共同的活動空間在底下 然後每個學院的這個實驗室 跟他們自己的教室 就會在這個Plattform底下 所以這個Plattform 它不只是一個實質的Plattform 它只是一個活動空間場域的一些Plattform 架構在這個上面底下的這個系統 創造了一個這個校園 共同的一個大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場域 像是一個活動的一個空間場域 但是到上面這邊就是每個學院 它有獨自的一個獨特的一個空間 好 當然這個技術性的 比方說這個綠帶進來以後 我們希望這個底下就不要去開挖 然後中間這邊就是他們的停車系統 我們讓停車的系統在一個system底下 然後停車的很有效率 然後讓這些垂直的動線 上來就是連接到我們上面的住宅 那這個停車的系統就會讓這個水 跟這個綠色的這個紋理 水它就很容易像那個水溝蓋一樣 大量的水它就很容易滲透到這個大地裡面去 然後它不是一大塊開挖 然後它也是像是一個梳子一樣的串聯 當然我們結合了很多這個人的活動系統 然後我們也希望創造一些垂直活動的節點 那這個是各位應該很清楚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 一下子想不起來這個大師的 這是 他的一個美術館 天啊 這個是誰 差點忘記 卡羅斯卡巴 對對對 謝謝 卡羅斯卡巴的那個 他的美術館的一個轉折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一直是我覺得 所以我最喜歡的一個空間 因為它 透過一個三度空間 透過一個建築形體 甚至一些視覺的焦點 把這個空間變得很豐富 那我們希望把這樣一個空間的一個 Prototype 圓形 然後置入在每一個這個垂直的這個點 置入進去 然後變成一個另外一個系統的一個串聯系統 我們叫做另外一個會面點跟一個串聯的一個系統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地方穿進去的時候看到一些系統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水平連接的系統 這個是另外一個軸向 跟從地下室停車場上來的這個連接的系統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把這些空間的系統 拉到上面的這個層次以後 它在第二個空間的層次呢 我們創造了一個 視覺的一個連接點 我們把會議室跟很多的活動中心 拉在這邊 這些地方呢 串聯起來會變成第二個層次的一個連接 所以我們的校園呢 除了一個水平的連接 有一個共同活動的地方 還有一個第二個層次的一個 視覺的一個連接系統 就是我們說的這些視覺的連接系統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到了傍晚的時候 然後很多的活動可以在這邊串聯起來 然後跟底下的這些連接的系統 變成一個視覺的一個活動的一個空間 就是這個就是從每個這個點去看到這個底下的這個串聯的這個活動系統 好 那這些是 我想今天我就不仔細講了 各位應該可以看得清楚 包括把這個綠帶怎麼帶進來 然後日照跟風的關係 然後公共空間的一個 一個 好 回到這一張 最後就 再講 我們剛剛講的 洛洛等於一大堆 跟中間一些 我們對都市空間的一些想法 其實回到最後 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怎麼樣再把我們的一些practice 我們的一些設計的一些學習 回應到以前我們所學的這些 我們所認知的這些 這些理念跟理論裡面來 當然就是一樣就是說 我們裡面有這些人可以活動的空間 時需的空間 我們叫做Lonely Plan 然後我們怎麼把這個 這個幾個不同的Zone 它是怎麼區分 然後綠帶的系統 停車的系統 然後這個是樓層的系統 然後怎麼疊合起來 變成是一個成熟的平面 好 最後這個是我們最近拿到的一個淨圖 那這個淨圖 其實是在台北藝術大學 那這邊是一個坡 那這個坡呢 當時基地的範圍畫在這個地方 那它也隱約告訴我們說好像可以跨到這邊 因為學校也不是很有把握 說可以坐到這邊來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把建築物放在所有這個坡 其實等於是創造了很多的問題 那那個問題呢就是你花了很多錢做地工開挖 但是這個整個建築物卻是很少的利用 所以我們做了幾個大的這個樓梯間電梯庫 把這個房子撐起來 架高 架高以後呢 它就變成是一個活動的一個場域 包括這個原來的提勇館的入口 然後跟自己這個建築物的入口 它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一個活動的一個場域 那這個是建築的策定 各位可以看到的 抱歉 那個 這個案子我就講到這邊 下次再講 因為有一些說明的那個掉了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是那個坡 然後我們把這個整個建築物拉高 然後這個是可以 視覺跟風都可以穿越在這個底下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幾年可能 我們開始 包括我自己也回 學校開始在教書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建築 不管從自己在練習 或者是說學習 最後會回到 對自己理論上的一個重新操作 那這個部分 其實還繼續在進行當中 大概我今天的那個 就跟各位報道到這邊 謝謝 其實建築師受過那麼多建築教育 然後 主要是蓋做建築的 那 可是 為什麼沒有辦法去影響我們台灣這個環境 那 而且幾年來 照理 像建築師講的 對不對 應該 有這種建築的理想 可是 在建築 建築計畫 都市計畫 那個層面 好像還是在過去的那種做法 那個 對於那個 有關建築的一些規範 好像停留在之前 像 那個像美術館 可是後來有很多新的觀念 建築設計啊 像美術館剛剛開始的時候 是有很多的那個 就是 有一些規定嘛 建築設計 甚至後來有那個 什麼景觀總顧問 結果現在景觀總有那個什麼 景觀法 現在景觀法 也不曉得到底 有沒有在執行 然後說美術館那邊 原來比較好的環境 現在越蓋越密 然後 怎麼那個都市計畫 還是維持那種 洞距到底 每一洞距離 好像只要幾公尺就可以了 就可以在旁邊又蓋了 那好多人之前買房子的時候 是因為 我這個景觀買的 那你現在旁邊蓋起來 把我 越蓋越高 把我的景觀都擋了 那 這個損失應該是來負責 那不要講更新的規劃區 也是 繼續這樣的做法 然後 那個房子也不曉得怎麼搞的 突然 兩三年就啪啪啪啪 一大堆大樓都蓋起來了 也沒什麼人來住啊 就那麼快的啪啪啪就蓋起來了 然後 不曉得 這些房子 創造這些房子 然後 不曉得 那些房子 那些房子 不曉得 那些房子 就這樣 又是 那些房子 然後 那些房子 就這樣 那些房子 又是 那些房子 就這樣 之前都有都市設計什麼 好 那我的發言到此為止 謝謝 這個問題其實是 聽起來是很沉重 但是嚴格講是無解的 真的是無解 其實包括我自己個人我也非常的 對這非常的沉重 就是 其實我剛剛有放了一張照片 其實那個也不是 其實也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那台灣的整個都市發展 跟整個景觀的那個 其實還是停留在非常 應該是說非常 粗淺的一個狀態 那台灣的城市發展 跟台灣的都市發展 其實都還是架構在非常 資本市場導向 比方說我們開發一個新的地方 其實想的就是 政府拿回多少底費地 然後這邊可以 讓開發商做什麼樣的發展 然後繁榮這個 那台灣 還好是因為 經濟沒有向大陸發展這麼快 那如果真正去看大陸那更恐怖 他們為了要爭取那個GDP 所以 所有人都把土地當成是 這個資產的這個 這個衍生 那台灣也是相對嚴重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我們的 土地的時候或面對我們環境的時候 是不是只有 就把這個地 化成這個格子狀 然後中間放一個文化設施 或者放一個什麼 什麼樣的設施 然後就讓開發商開始炒作這些地 炒作完了以後政府沒有錢 再把旁邊的底費地 再把旁邊的地再賣掉 是不是只有這個方式 那這個也是一個 城市的一個遠見 完全牽涉到一個 主政者的一個 一個 對這個城市發展的一個 一個遠見 那 老實說是 這講起來很尷尬 就是 應該 應該是說 是所有學建築 或者學都市的人的責任 就是 當然這個也跟 我說那個無奈是說 城市的發展是有歷史的 那那個歷史有時候 沒有一個一百年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五十年 而且面對到這個時期 他就是會這樣發展 有時候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們常常去京都 然後你會很 會很 會很 那個城市的那個風貌 被保留下來 然後他們的居民 很有意思的去抗拒很多大型的發展 進到這個城市 但是我們的居民可能對發展這件事情 是停留在說我可能蓋了一些新的設施 或者是說這個地價會漲 這個就是一個發展 所以那個有時候真的必須要過個一兩代 才有辦法真正看到就是說 這個城市所處的居民或者大家累積下來的美學 或者累積下來對環境的那個在意的程度 是不是到一個水準了 那我們可能目前 目前我們都可能只是停留在說 我們家這邊可能如果有多一些什麼公共設施 或者是一些大師來蓋這個公共建築 我家地價比較貴這樣 這個就是發展 有時候也很難講是不是這樣子是對的 可以想見其實很多城市就是這樣子 台中的七起重劃區也是新市政搬過去 然後我們有一個歌劇院在那邊可能就想像說 那邊的房地產可能就會炒一陣子 然後航空城可能那邊多了一些mall 或多了一些什麼大型的outlet 那邊是不是又會發展一個 但是這個可能在這個五年十年之內都會改變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這個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常態 那大陸其實現在就是連他們自己都開始在懷疑說 這個是不是就是經濟發展的唯一的可能性 那很多城市其實現在開始慢慢把以前 他們蓋的那些房子拆掉 因為大陸現在形成為了搶那個GDP 跟那個硬體的那些構造 所以造成了很多鬼城就是完全沒有人住 然後那個商場完全都是空的 所以他們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拆房子 然後種樹 其實各位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蓋一棟二十層樓的房子 可能我要花三倍的力氣把那二十層的房子拆掉 然後重新再把原來的環境再恢復回來 那那個其實是多大的工程 如果我把那個也當成是 可以創造GDP跟創造工作機會的話 那衛免也不是一個轉機 但是當我們要把這件事情翻轉成 像這樣子一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城市可能還要發展多久 台北市也是 台北市現在面對很大一個問題 有百分之 我說六七十不為過吧 七八十都是四五層的那些布燈公寓 那些公寓其實現在住在裡面的 那個 那個 年紀都大了 然後加電梯 大概樓下也不讓你加 一樓不讓你加 二樓三樓很想用 那也沒辦法加 那也沒有那個法條去加 即使有了 那那個執行也很困難 所以他真正面對的問題 其實很多地方 是都市更新再生的問題 而不是都市再重新增加的問題 所以建築 學建築建築人 其實應該用自己的 我覺得下一個智慧是 你怎麼樣去拆房子 或者是說怎麼樣去 把這個環境變好 而不是我重新再做建造一個 什麼樣的 的一個那個 所以 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質疑其實 我們現在在講的建築大師 哇這個很有創意啦 個人表現啦 那這些建築物存在 到底對我們都市有什麼幫助 對都市的實質環境有什麼幫助 對我們的空間品質環境有什麼幫助 所以我們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環境 還是我們要的是那個 這個商業的利益 還是要的是這個 到處有一個藝術品的建築物 所以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答案了 就是這個 其實有一些 常常也有一些人問我說 那你自己做了那麼多房地產 那你是不是就是也是幫兇之一 那我常常想 我只好想就是說 我常常做這種房地產案子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當成說 我希望是 把學校學得盡量可以發揮 然後盡量是在這個 對這個反映這個都市去 反映這個都市好 這方面去想 那這些可能百分之八十九十 是不是房地產商願意聽 或者他們覺得對他們重要 但是那個可能我覺得是對我們重要 我覺得可能對我們大家學建築的都重要 就是我們有沒有持續的去想這件事情 我剛才那個問題我覺得非常有趣 其實我也很有同感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正如老師所講的 他可能在短期之內可能是無法無解 那但是就像我們現在講的 為什麼是你的view就是永久性空地 它就會比較貴 雖然大家都是在特區裡面 但是他就是會有這種價格上的差別 那這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每個人的所有權 他總是有他最高的使用權 那今天我想請教一下郭老師 你從我剛剛就是我們今天談到 那個韓國的這個觀念 你一直在強調我們的建築 要從整個城市來去做思考 當然老師當然也沒有排除說 從整個建築的盆底去思考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所有權人 或是作為一個建商 他用這樣的思考 對他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也許那因為他如果要遵照的法令來做 他認為他就已經盡了社會責任了 那老師今天講的這個 我覺得很有道理 但是他們如果會限制到他們的經濟 或是限制到他們的真正的用途的時候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這些比較屬於 理想性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所衝突啊 那大概我的想法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你 各位今天可以看到真正可以蓋起來的 如果是在房地產裡面的案子 就是那個衝突一定會有 那那個衝突一定是要透過 如果你先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之外 你才能去做到你想要的理想 那那個可能要靠很多的熬夜啊 或者是靠很多的掙扎才有辦法去那個 那你說我有沒有我自己不滿意 我也有很多我自己不滿意 不願意拿出來跟各位分享 那願意拿出來的就是蓋起來 我覺得他已經達到 可能我覺得真正是可以 開發商可能不用聽到這個 他也就滿意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去做到下一步 我們要追求的那個那些 對城市的一些看法想法 甚至建築一些理念的發展 我有一點點感想 然後有一個問題這樣 那那個感想就是說 我認為我們台灣整個從戰後 就是戒嚴時代 那種國民政府的那種逃難的這種心態 造成了很多人對於環境的一種 還是處在一種逃難狀態 就是他對於一個環境的品質 並不是很重視 認為說一棟建築物或者是一個環境 只要蓋出來就好了 或者是說蓋也不是為了長久 一百年的那種蓋法 而是五年十年 這種很短視的這種做法 所以導致他並不是很重視那個品質 那我是覺得說 老師講的沒有錯 就是這件事情好像需要一兩代 那個整個從教育 整個從運動 然後什麼什麼這樣改變 我們才會開始改變我們對環境品質的要求 甚至包括像最近那個瀑布的觀景台 還有那種什麼高跟血教堂 這種非常俗艷的立即成就的這種東西 我覺得要一兩代才會改變 然後我覺得我們要改變那種就是太過民粹主義 太過逃難心態的那個狀態 那我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你整個演講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就是context 就是那個含垢這個概念 但我覺得很有趣 聽下來 就是說那個一棟建築物要蓋出來 它勢必涉及到很多背景 很多 你說的含垢 有包括說人文這個背景 然後也有包括比如說這個三波地的 這個整個自然的地形生態環境 可是它同時可能也指涉著 給你這個案子的那個業主 包括它到底是學校單位 還是它是市政府單位 還是它是私人的這個單位 換句話說就是說這個含垢 感覺上好像它什麼都是 它也可以是業主 它可以是自然生態 它可以是人文環境 那到底你指涉的是什麼 一個建築師他所要理解跟掌握的含垢 它有沒有範圍 還是說他什麼都是 那如果什麼都是的話 會不會太恐怖了 好像建築師必須是一個超人 那你能不能稍微再講一下 這個含垢這個東西 謝謝 我覺得這問題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包括我們剛才講含垢 其實最初始含垢其實是在講 這個文的上下文文本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跟我們的業主之間也有一個對待關係 那那個對待關係跟這個基地本身 它有的那個文本 或者是說你對它的閱讀出來的理解 那其實那個也是一個關係 甚至是你跟它非常個人的關係 那建築設計其實我覺得一個成熟的建築設計 或者說你可以考慮清楚這些東西之間的關係 它是一個connect的東西 俗輕 俗重 然後下手的那個刀是很厲害還是很那個 那其實都在你所講的這個範圖之內 那你說建築師是不是超人 建築師是會被超死的人 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講 這些都應該要考慮進來 包括你說對歷史 人文的這些context 然後你想要對他回應 甚至有時候你會去考慮說 這個業主他可能 他的想像跟你的落差太大 他可能本來就想得像高跟鞋那樣子的東西 那你怎麼樣透過他想要這個高跟鞋的這個想法 因為那個是他的理想 你怎麼樣去轉變他的這個東西 變成是可以實現出來真正的這個東西 這個對我來講都是含購的一部分 那我比較 我其實說含購這件事情 比較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就是說我覺得一個建築應該 很多東西不同的layer 或者不同的思考邏輯 疊合出來出現了一個最佳的一個狀態 那那個是我覺得一個好的建築物 那常常有些我講說是表現型的 一個創作者 就是說他可以很 譬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可能不是很恰當 就是像Zaza Hadi 或者是像那種非常表現型的 那那個可能他就是完全是 業主會去買他的單就是要他那個作品 他不做成那樣子 他人家可能還不滿意 所以那個是另外一種創作型的那個 那對我們這個類型來講 我覺得是我們要尊重或者我們要去解決 或者是我們要去探討的問題是多層次多樣 然後他可能是必須被照顧到的 當然建築師可能不是萬能 他有時候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有一些可能他的判斷是錯的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自己的執念 是在這個裡面做判斷是錯誤的 當然也會有 但是他只是應該說是 這個有一個學派 或者是說有一個在思考這個建築的 那的邏輯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講 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回答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是對建築教育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因為他是比較全面 而且是有系統性的去講一個事情 比較可以進入到一個批判式的操作 那有很多那個藝術家或者創作者 他是沒有辦法做這個批判性操作的 就是說他可能不是站在一個可以被 我們常常說建築師他可能一直沒有辦法 像一個藝術家這樣子那麼自由 因為他可能背負的責任有很多 就我剛剛隨便講一個就可能 我說你這個完全不考慮這個歷史的記憶 哇這個帽子也很大對不對 就說哇這個你完全不掌握這個景觀對這個的影響 哇這個帽子也很大 所以這個就是有時候也是很難 郭老師我想要問一下你有在台灣跟美國 練過書都練過很好的學校嗎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在美國的話 其實很多建築教育一些思想的話 在台灣的話可能要調整或是因地質疑 我就講一個例子好了 像上個世紀美國有一個學者 就叫曾雅各嘛他要提提出很多觀念 然後把很多建築師的建築師給砲擊掉了 結果舉個例子講他認為說 美國很多有錢人他們都在郊區住別蓋別墅 然後曾雅各他認為說一個城市 如果你要永續發展的話很抱歉 你郊區那些人應該要集中住在都市裡面去 他的觀念很簡單為什麼 因為你住在別墅的話我還要跟你蓋道路 甚至還要給你拉水拉管線之類 所以這樣子其實很沒有經濟教育很不永續 所以說人應該要集中在都市裡面去 可是我看這個時候我在想 這個觀念在台灣其實根本不太通用的 為什麼嘛 因為台灣跟美國的差異是怎樣 美國是地管人稀 台灣是地下人稠 而且台灣的人大部分幾乎都集中在北台灣嘛 所以北台大台北地區就會有很多的 有很多狀況像雍色淹水的情況發生 所以現在又開始檢討說 其實北台灣的人應該要先到中南部地區去 當然曾雅各那時候他在美國提這個觀念的話 其實是很新的 甚至非常多建築師給砲擊掉了 可是我相信過這上個世紀 到這一個世紀之後 一定美國一定又開始在檢討 因為美國其實也有很多的都市 像曼哈頓可能太過擁擠嘛 那我再講一個觀念 像歐美都有那種自行車道嘛 然後台灣也開始在水嘛 然後甚至有的人就開始說怎樣嘛 就說 河南像丹麥 或河南都有自行車道 然後台灣引進 甚至我曾聽過河南的政府官員來說怎樣嘛 說在我們河南的話一個政府官員 騎腳踏車騎40分鐘去上班 他覺得很正常 就台灣為什麼都不騎之類的 然後台灣蓋首自行車道全部都失敗 可是他可能沒有想到一個原因 歐洲那些國家為什麼他們自行車會那麼成功 其實有個原始氣候的因素 因為河南丹麥他們其實是溫帶的都市嘛 你每天騎40分鐘的時間騎腳踏車去上班 其實世界很舒服很涼爽 但是你台灣的話你不要騎40分鐘 你可能騎了10分鐘 騎腳踏車10分鐘上班 可能就會很熱嘛 那我的意思就強調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他們可能去美國 學很多觀念嘛 把他帶來台灣來 結果你會發覺其實在台灣的環境下 其實很多可能都要調整之類的 就你也可以用 但是你要調整 甚至於你可能要考慮台灣的民族去變化 其實你講的一點都沒有錯 就是很多國外的觀念回來其實是不能用的 就是完全不能 其實這也是韓購的一部分 其實韓購在講一個關係 那個關係就是說 你可以在那個美國用 他可能有他的一個歷史背景 比方說我們講最簡單那個 西方人很喜歡在游泳池旁邊曬太陽 那你去看台灣的那個所謂的鋪曬 但沒有人會在旁邊 他們在躲在 他寧願在裡面吃冰淇淋 然後那個 那就是對那個 那個場所運用的一個不同的方式 那很多 比方說我們這邊蓋了很多玻璃帷幕的大樓 高雄也有 其實這是很不適合 因為玻璃帷幕的大樓 其實最耗能 你在怎麼樣的玻璃 在節能 在雙層 在那個裡面還是玻璃 你是雙層用很多 更耗能 所以其實他有一個 他每個地方不同的一個韓購 就是說他有一個不同的一個對待關係 那所謂的人造物跟建築 其實就是人跟環境的這個對待關係 所以這是我們談的這個 那人跟都市也有一個對待關係 那這個都市他有他的歷史跟背景 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一個歷史背景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談韓購是在談他的用法 就是他在談他的這個 他本身的意義是在建立那個關係 然後你要組織那個關係 變成是你可以操作的建築語言 所以他比較不像是一個 完全搬過來用的一個例子 郭老師你好 我剛想一個問題 就是剛聽了大家討論之後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要再考慮一個 就是更應該思考的問題是說 建築它要服務的對象到底是誰 就是像我們當今在讚嘆的那些建築作品 它是不是都只服務於一些比較特定的族群 那在這樣資本主義這樣子大肆的影響之下 那建築師所追求的建築立項 它是不是已經跟現實脫節了 其實確實啦 就是說其實 就好像我們在講畫家 這個跟每個時期時代的context也不一樣 現在的畫家你會發現他常常是服務大眾 或者甚至服務資本家 你要讓你的作品是marketable 就是放在拍賣市場是可以賣 也是可以有價值的 那那個跟早期宮廷畫 就專門最早 就是幫那個宮廷畫家畫 幫那個畫肖像啊什麼 那又是不一樣的 那建築師是不是呢 建築師也是 建築師其實在這個當代 它就有它的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任務 比方說現在可能找最多的 百分之七八十的是開發商 那也有百分之那個三十四十是公共建築 所以建築師到底是不是要服務這些人 還是不要服務這些人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去限制 因為那是跟每個時代的一個不同 而是說你在看待 你在看待環境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 比方說建築師在看待這個環境議題這件事情 他跟我們上一個時代的建築師可能就不一樣 比方說開發商會告訴你說 我可能要蓋得很高 我可能要用蓋得很高 然後是低標性的 那你要告訴他說說 蓋得很高可能對環境沒有幫助 那你要透過你很多的一個想像 透過你的一個說服 透過你小小的欺騙 可能有時候也要 但是你要去告訴他說 你所相信的是什麼 你相信的是什麼 那這個我覺得是建築師的責任 建築師可以賦予的是 因為你多了一些建築的學習 那這些建築學習我告訴你 就是說其實建築師的這個人造物 這個構造物一直在談的是 居住者人跟這個環境的關係 當你這個環境被破壞了 或者你這個環境是不被尊重的 那你有再多的構造物 那那個都可能只是資產 所以建築師可能要在這裡面 做一些道德上面的拿捏 但是建築師你說 你說他要不要說 你是開發商 所以我就不做你的作品 不做你的案子 好像也很難 這個說實在也很難 你可能只能在這裡面 去找到一個平衡 找到你想要去遵循的 我是高雄開業的建築師 那首先我對郭建築師很肯定 很敬佩 不過各位都把責任 認為建築師要怎樣做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建築師齁 這個行業的收入齁 是不穩定的 在美國 小孩子念建築系 那對不起 那是在念的 或者有很高的理想性在念的 我本人不是念建築系的 那再來就是說 建築師的這個職業齁 在日本齁 我常常跟人家講 在日本齁 老師 醫生 建築師稱先生 就是你有人格 其他的人都不叫先生齁 你要想一想 老師教下一代如果教不好 影響生員 醫生你躺在病床上 隨便他割 你也不能跟他說割小一點 那建築師你找他 坐在他的房子 說不定你還不知道是誰設計的 晚上來了一個地震壓死了 到哪裡去找他 那台灣的情況 老實講 我剛剛看了 郭建築師的一些商業建築 沒有貼一些 我說不好意思 打鼓勵 而且設計都有他的 獨特的想法跟主張 這是一個從業者 必須要堅持的 他比我厲害 我早年有一些商業建築 一年做一個案子 最近我沒有 沒有建設公司會找我 我都做公眾建築 老實講也很難做 因為台灣最大的問題 可能也出在各位 我建議大家如果要 讓你的下下一代以後 過得好一點 你對這個領域要有興趣 你要開始懂了 什麼是好的建築 什麼是好的環境 你知道行嗎 剛剛 剛剛他所提的 那是基本上一個建築是必須要做到的 你要先去瞭解那個基地的特性 甚至說難聽一點 早上中午晚上 通通要去看那個基地有什麼特性 所以他看到了 從這裡看出去很漂亮 那所以這一角要做什麼 那我舉個例子 我們高雄以前有個很有名的建築師 他自己蓋房子 他也給我看 很得意的給我看 我這個臥室是在公園的旁邊 他只有二樓高 我說很奇怪 你臥室在公園的旁邊 人家在外面跳土風舞 你睡得著嗎 你要是說書房客廳 放在那個看到樹的 我都... 因為那是清醒的嘛 睡覺的最好沒有人看到你 你偷光光的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雜音 最好的就是臥室嘛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是每個人 尤其人都住在房子裡面 所以建築師 下一個很難做的就是 每個人都說他專家啦 每個業主都可以跳出來跟你說 我認為要這樣這樣這樣啦 包括現在這些很多建設公司 為什麼他會認為他對 因為他說我懂市場你不懂嘛 然後第二個 我講個不好意思的話 台灣的房子 即使在珍文水庫的上游 各位有空去看看 很漂亮的地方 那個每一個房子 不管他幾樓 上面一定有加鐵皮 然後都一定有該違建 都始終認為少一個房間 這個都是平常的現象嘛 所以你怎麼會要求環境要好 環境要好是從容積要控制嘛 尤其現在十四容積立了 那你都蓋了一個呼吸的空間 就等於區域的環境要不好嘛 怎麼會好呢 然後不管你有什麼前念後念 現在去高雄處 我相信不要三五年喔 全部前面違章後面違章啦 永遠都不夠啊 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去努力 那今天大家來聽這個喔 老實講 郭靖雄是很給你面子 這麼多人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雖然都不太懂 什麼叫做韓國 不好意思喔 連我都不太懂啊 但是表示說還有希望啦 還有希望因為大東講堂是我們工會 希望能夠進去把它辦下去的啦 那也希望喔 各位能夠都呼朋 然後引親來聽演講 因為這麼大的場地喔 都坐不滿 實在是 我也來辦過 所以我知道 自己覺得不曉得怎麼辦 以前在圖書館 中央公園那個圖書館辦 只能坐120個人 120個人坐滿的時候 就已經很高興了 因為這個場地比120人多 我有的時候會挑節目來聽喔 大概看的都是這種場面啦 都是位置很多 而不是擠滿了 還有人坐在走道中間的 那個是什麼演講 我講不好意思的喔 那個叫將勳的演講 然後在地下室還要用螢幕 然後坐地下室另外要看 看完了以後還有一個 今天你沒有拿來的 還有簽書會 對不對 這都是事實嘛 將勳的演講要先去登記 你要想辦法不能你沒位子呢 對吧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慚愧 該加油 我們建築師這個行業 確實是很難 能夠像他這樣子 有自己的主張 然後又做得出來的 實在很不簡單 那我最近都在做公共建築 都順筆圖 都筆到蜜蜜蜜 十件裡面只要比上一件就很高興 然後後面如果遇到業主 好的業主你還可以發揮 那我給我一個油店 給各位搶聲 我畢竟不在說關係 所以我都不知道這個地方 沒有人敢來跟我說 你怎麼做 但是當然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難免會有一些不同意見 我最近有一個 很抱歉的事情跟你們說 我一棟大樓去之後很高興 我跟 我像 學校也很親親的 外面不要看著空調主機 不要看著一台一台黑白光 去之後 我都跟設計說 哪裡要看放冷氣機 學校很支持喔 可是過了不久 又發現一件事 怎麼變這樣 願你有錢 願你自己去 想辦法拿了多少錢 裝了四百多部的冷氣機 把我裝在裡面的房子一堆都一冷氣機 好在主要兩個裡面 主要兩個道路也不給我裝而已 其他裡面都裝起來 看都不會過 那時代說 我感覺說 平常的水準有關 雖然他都是教授 甚至很多博士 可是他覺得這樣 就已經很好 我要的是冷氣 我又不是看外面 外面說我什麼關的 裡面吹冷就好了 吹冷不冷沒關係 包括現在學校的冷氣機 都要想辦法去做 兩點鐘跳一次 不然他把你開的才不把你關 因為現在沒錢了 各個戲都要自己負擔電費 所以我說這麼多的意思是說 我第一外面很肯定 郭建築書有他的非常忍之處 能夠做出一些自己滿意的作品 這是做建築書最大的收穫 不是賺錢 各位都說建築書很好賺 一張座就要賺多少 下一位 一個政府所慶太如果去經營 一位你們 都不是你們想的 我說抱歉 我政府做一個月超過200萬 你們如果沒有那多工程 你真的不行賺錢 在放薪水 以前啦 十幾年前這樣 所以要各位報告 大東獎堂這個演講我們講話 麻煩大家扶盆引起 希望我多會負責 影響會比較快 影響比較快就不用再下下一代 到下一代我們就很好了 謝謝 最近都請問他 看到環保團隊 或是文書團隊 都在空間或是在宣傳他們的理念 但是我在想 我們建築 我當然我不是建築師 建築師是台灣最尊很高的人 我在那個文書體都不看見 建築師在發什麼聲音 我是在想說 建築師除了說 蓋水更好更用的房子 或是機關以外 我在猜 對這個多次界階應該很有影響力 多次界階 也是應該要包括上次的 那個這個 界階規則 我的現場 在建築師以外 也很多是我們未來社會的主角 主角建築師 所以我在這裡 鼓勵或是說希望 我們的建築師界 可以在外面 選擁我們的建築 好社會的理念 如果我們有需要 也很需要透過這個 整體組織 會發揮我們的力量 這是跟我的意見 那我們再接受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現場的朋友還有沒有要請教國賢律師 建築師 那裡面的房子如果屬於三角 有那種斜角的部分 我們怎樣去 就是來跟業主或是做 在整個都市的規劃上面 我們怎麼樣去避開這個 我們傳統舊有的觀念 那不知道在這方面 可以跟我們 這個跟韓國有沒有一些結合 謝謝 其實風水就是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風水應該是其實好的 你看起來順眼它就是好的風水 以前所謂講風水就是 你其實讓自然的這些風 然後自然的元素可以進到建築物裡面來 其實就是一個好的風水 那至於那些物質性實際上的那些 很多都是心理元素 我覺得當代的有一些房子 慢慢的以前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物理環境控制到這個是很重要 但是其實真正的省能 或真正的把這個自然的元素帶進來 比如說你怎麼樣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真正的風向可以帶到建築物裡面來 你可以省掉很多這個比如說冷氣什麼的使用 那利用這個一次性的這個 應該是說這個主動式的這個 這個應該算被動吧 被動式的這個濾能 它才是真正好的一個濾的環境 因為我們現在也會覺得 可能是年紀也到一個年紀了 所以這個吹冷氣有時候吹太久 你也會覺得說很不舒服 就是打開來會流點汗 你可能還是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比真正全部用那個空調啊什麼的去控制 那這個可能要透過一開始 你對這個環境 剛剛那個許建宏師也有講 就是說你要去這個環境去 最基本的去感受這個聲音從哪邊來很吵啦 然後風可以從哪邊來 那夏季的風怎麼樣可以帶進來 然後冬季你可以怎麼樣擋掉這些風 那這個都是建築 我所謂韓購應該講這個關係 這個必須要被考慮進來的一個關係 然後它就是韓購的一部分 那我們再次謝謝郭建宏師 謝謝郭建宏師